2023年下窗的转会市场分外热闹 以至于有一桩影响足坛动向的大事 都快被遗忘了 但是曼联球迷没有忘 曼联与利兹联的季前赛 曼联球迷高举着标语 表达着内心深处最纯粹的渴望 抗议格雷泽家族拒绝出售俱乐部 从格雷泽家族有意出售俱乐部 竞争者经过三加二轮竞价 到最后贾西姆掌控的卡塔尔财团 以无限接近格雷泽家族60亿英镑天价的报价 已经历史九个月 曼联摆脱格雷泽家族的魔掌 重见天日再获新生 似乎指日可待 曼联球迷也终于有了天亮了的感悟 然而 从六月初爆出卡塔尔财团送上终极报价 格雷泽家族开始全面评估后 便再无任何消息 曼联市值也就30亿英镑 格雷泽家族标价60亿英镑 只能用漫天要价来形容格雷泽家族的贪得无厌 不过 格雷泽家族和贾西姆 一个赶报 一个赶接 这笔体育史上最大体量的易主交易 似乎就要迎来皆大欢喜的结局 格雷泽家族拿钱走人 贾西姆终得所爱 而曼联则赢得未来 然而 云云大众还是低估了格雷泽家族的贪婪本性 即便是一价30亿英镑 即便是较之成本已经赚了7 8倍 格雷泽家族还是觉得卖低了 尽管目前没有任何关于曼联易主告吹的消息传出 但即便是最乐观的曼联球迷 也不再对易主仪式抱有任何幻想 这或许就是悲催的现实 曼联球迷到头来终究还是空欢喜一场 那么 格雷泽家族到底多少价格才肯出手呢 格雷泽家族 一直咬定底价60万英镑 而且格雷泽家族还认为 贾西姆自称曼联的铁粉 本身又不差钱 却为了区区10亿英镑斤斤计较 实在没有格局 既然61英镑卖不出去 那就不卖了 将来再想买 那可能就是100万英镑了 这就是格雷泽家族的生意经 曼联想要摆脱魔掌 显然还需要距离漫长的等待 受益主知识影响 曼联今年下窗的影员工作相当滞后 虽然主帅腾哈赫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中场强员盲特 但较之主要竞争对手阿森纳 利物浦 切尔西 甚至是牛卡的补强动作 明显是不够的 更不用提曼联与曼城之间实力上的差距 可以想象 新赛季英超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曼联若是无法在封线和防线影员补强的话 恐怕新赛季很难在竞争中站稳脚跟 目前曼联正在加快推进国米门将奥纳纳的转会 放走德赫亚后 这已经是曼联的第一要务 还好进程比较乐观 据说 格雷泽家族已经给主帅腾哈赫 堆加了7000万英镑的转会预算 总计一亿7000万英镑 但扣除芒特已花掉的6000万英镑 和奥纳纳即将花掉的4000万英镑 也就只剩7000万英镑 曼联还需要补强封线和防线 7000万英镑是绝对买不到靠谱的前锋的 腾哈赫若想在新赛季实现更大的目标 还得靠出售球员 马奎尔 桑乔 特莱斯 弗雷德 麦克托米奈 拜利等球员都在转会名单中 腾哈赫也就巴望着这些收入 为自己大展拳脚提供支撑了 曼联的复兴之路 还是有点长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